焦点转回国内要为您报道一项 医学上的新突破 国立海洋大学 台湾科技大学跟中研院 最近联手研发出了一种 全球首见的DNA基因疫苗贴布 目前已经做出了 日本脑炎DNA疫苗 用贴布来取代打针 安全性跟效果都比传统的疫苗更好 而且成本降低了一半以上 最快两年到三年之内 民众就不必到医院打疫苗 在家里用贴的就行了 看着夜里孩子们打针的哭喊声 起起比落 看着小宝贝嗅苦 家长们也很不舍 海洋大学的研究团队 成功研发了不用打针 只要用贴的 同样能够预防疾病的 DNA基因疫苗贴布 目前率先开发出 日本脑炎的DNA疫苗贴布 和传统疫苗相比 有更多的优势 它是死毒的疫苗 所以它的记忆力比较差 所以国内都要打到四次 才会保护效果 那DNA疫苗的话 其实它的优点就是说 它成本非常低 而且比较便宜 而且它只要打一次到两次 它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 传统的日本脑炎疫苗 是属于死毒疫苗 必须冷藏保存 也比较不安全 新型的DNA疫苗贴布 不仅制造储存容易 使用方便 成本也只有传统疫苗的一半 教授解释 未来的贴布 上面还会有 果酸去角质的功能 让疫苗能够深入表皮层 跟皮肤中大量的抗原 呈现细胞反应 产生抗体 只要贴两三个小时 就拥有绝佳的保护力 我们用果酸 把角质成线去除掉 DNA就有我们的微肢体 然后渗透到我们的皮肤里面去 然后再有我们的角质细胞 表现我们的抗原 然后我们抗原呈现细胞 把它呈现出来 诱导我们的迷惑反应 研究团队表示 未来不止日本脑炎 肝炎 登革热等疫苗 不用再打针 糖尿病患者也渴望用贴的 就可以补充颐岛树 这种新鲜的药物传输方式 发展潜力无穷 记得陈淑军 陈昌伟台北报道